這首歌曲就是我要介紹 這首歌就是我們CMO樂團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歌叫做《日子》 《日子》這首歌就是在介紹日志時期 對不對 爸爸 日志時期 日志時期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戒嚴 所以原住民對於群聚的觀念很重要 我們很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分享 聚在一起 唱歌聊天 或是一起禱告 偏偏那個時候是不行的 偏偏禁止集會 所以他們就會利用很多 比如說做一個小記號 用石子做一個記號 或是在盲場上面綁說 今天晚上七點 今天晚上八點鐵花村見 我們要來聽雅雅路唱歌 有這麼明確啊 對啊 以前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告訴彼此對方族人說 我們今天要在哪個地方聚會 而且他們會選擇在川流的旁 或是大石頭 能夠遮掩這個聲音的地方 然後來進行聚會 所以 我知道 你要不要上來跟我們一起唱 我會哭 就是要你哭啊 對 所以這首歌呢 就是在寫當時的那個時候 那我那時候一進入CMO樂團的時候 我聽到這首歌 我也是一個超級超級感動 所以等一下會是唱阿美族語的歌詞 那中間會有一點點的是中文歌詞 所以大家可以細細的聆聽一下 他的意思在說什麼 所以 對這首歌有中文歌詞 對 詳細情形請上CMO樂團粉絲頁 或者是KKBOX 或者是任何的平台 或者是來我們就是 就是成品去買我們的專輯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說 我們到底在寫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其實在進行的文化的傳承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多多的支持 所以下首歌 日子 在描述 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 和人的歌詞 是一個很重要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我會說 因為我們來的 可以使用 阿弥陋亚斯 都算你如此善达 你把人带到你喊 一大爱 可爱好可爱的 努力啊 阿弥陋亚斯 都必見 冕燈亚斯 阿弥陋亚斯 Univers понад阿弥陋亚斯 祈祷 我得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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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夜的日子 到後的身影漸暖 不能被放棄 我們躲藏在那個邊 就用深夜的穿揚 把我們隱藏起來 深夜的日子 就用深夜的日子 我沒有等你來說 我不願意打擾你 等你發生的無力 不敢愛你 我沒有等你來來說 我沒有等你來來說 我不願意打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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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 我愛你 好 我我愛你 我愛你